这女人是个顶级诈骗犯 三年里骗了几十个男人 挪赚三千万 阿呆初次见到她是在酒吧 见她不但长得漂亮 举手头逐渐也满是豪气 于是鼓起勇气和她搭讪 女人名叫小美 似乎有点孤单寂寞了 对于阿呆的搭讪不但没有拒绝 还主动请她喝起了酒 阿呆很识货 这酒得一万多吧 你还真有钱啊 小美淡淡的说这不算什么 真正有钱的人都是喝几十万一瓶的 两人越聊越投机 面对这么一个有钱又有缘的女人 阿呆发起了疯狂攻势 没多久两人就确认了关系 阿呆倒也不想想 就她这长相 小美凭啥看上她 这背后一定有阴谋 故人 小美有意无意的提起 最近她进了一批化肥 但是前两天下雨 后在码头来不及抢救 这次估计要赔钱了 只能亏本卖掉那辆宝马车 换点现金来周转 阿呆不禁为她可惜 你那车能卖四十万 而十几万就出手会不会太亏了 小美毫不在意 只要能度过这次危机就行 如果阿呆此时什么也不说 那她后面就不会被骗 那就相当于白嫖了一个小富婆 但她偏偏主动提出要帮小美找买家 这下结局就彻底不一样了 小美高兴地扑到她身上一时感谢 没几天 阿呆就找到了买家 但对方堵车要迟一点才能到 两人就坐在车里等待 这时小美突然接到电话 码头那边出了点事 她得过去处理一趟 她让阿呆留下来先陪买家看车 当然 车钥匙还是由她带走 等对方确定要买车了再给她打电话 过了一会儿 阿呆的同事带着买家赶到 经过一番仔细的查看 发现这车不但没有问题 而且车贯还很新 二十几万就能拿下 真是捡到天大的便宜了 买家当即决定买下 于是阿呆打电话呼叫小美 然而她现在根本来不了 只能交代一下条件 她希望买家先交十万块的定金 明天再见面办移交手续 朋友替买家提出一伙 为什么要先交定金 明天一起付不就行了 阿呆表示她今天就急需这笔钱周转 如果不行的话 她就要找其他买主了 犹豫过后 这个买家还是决定听阿呆安排 很快十万块钱转到小美银行卡上 可是第二天 阿呆按照她约定好的时间和地点等她 却迟迟没有等到 电话自然也是打不通的 阿呆正追头丧气时 一个男人静止过来想开走那辆车 阿呆赶紧上前阻拦 可对方表示 他是汽车租赁公司的员工 这车是公司的 阿呆不幸 和他吵了起来 路过的巡警看到情况 将两人都带回派出所 不用说 阿呆就是被人骗了 没多久 派出所又接到了装修公司黄老板的报案 这位更是重荡机 直接被骗了三百万 事情还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一个美女突然拜访了黄老板 这身材样貌刚好是她喜欢的类型 当场把她眼睛都看直了 差一点没缓过神来 小美说她舅舅名叫李富贵 是香港一家房企的老总 去年来广州的时候和黄老板吃过饭 对她印象很深 所以这次才让她过来拜访一下 黄老板对她说的李富贵完全没有印象 不过没关系 美女主动攀关系 那承认便是 两人一阵寒暄 现在快到下班时间了 责任不如撞任 一起吃个晚饭呗 小美欣然应语 晚饭后两人来到酒吧 暧昧的气氛 性感的美女 把黄老板看得心痒痒 而小美也使出浑身解数 有意无意地勾引她 黄老板完全被她的美色打动 管她有没有李富贵这个人 这么主动的美女不要白不要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两人确认了关系 黄老板的徐荣欣 在这个年轻女人身上得到极大的满足 说来自己虽然是老总 但其实这公司是老岳父开的 就目前来说 还是老岳父说了算 不过妻子已经死了 老岳父迟早要把公司给她的 如果此时黄老板做个渣男 拍拍屁股走人 那就相当于白调了小美一段时间 可惜她偏偏不愿放手 甚至还答应等老岳父死后救娶她 于是小美开始了自己的下一步计划 她是一名基金经理 最近发现了一项很靠谱的项目 很多指数型基金一个月就能赚到20个点 不过门槛比较高 黄老板询问 到底有多高 小美说得有两三百万吧 这下对方犯难了 她哪有这么多钱 小美劝她偷偷挪用公款 先投资一个月试试 等赚了钱就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公款还回去 黄老板还是有些犹豫 于是小美提出把舅舅埋给自己的别墅 给她做底呀 倒是历任三七分成 不三你七 这下黄老板终于同意 第二天 小美就把房产证交给黄老板保管 黄老板正准备去房冠局核实一下 但是半路上老岳父打电话来让她开个晋级会议 于是她只能掉头 这会议已开就到深夜 小美打电话过来 房产证都给你了 咱们还没打钱过来 于是黄老板也不去核实了 她选择相信这个温存可忍的女孩 想到自己一把年纪了 居然还可以猜色坚守 她开心的将三百万赚给了小美 希望她尽快给自己赚到钱 没想到第二天 小美直接失恋了 黄老板跑去房产镇上的地址找那栋别墅 可保安告诉她 这别墅的业主是个香港老板 之前一直租给一个女的 今天那女的已经退租了 黄老板这才一时到被骗了 赶紧过来报案 另一边 阿黛因被害买家损失了十万定金 被人揍了一顿 她恍惚间发现给自己山药的护士很眼熟 这不就是小美吗 她激动的抓住对方 要她还钱 可人护士说自己叫李平 不是小美 警察一时不知该相信谁 于是让黄老板也来执任 她也认为这就是小美 但经过警察后来的调查 李平一直有不在场证明 可以洗脱嫌疑 与她进行谈话时 她才想起二十年前有个男生姐姐 父母离异后 搁带一姐妹 之后父母又双双去世 两姐妹天南地被从此了无音讯 之后警察经得李平同意后 用她的照片来通缉小美 过了几天 小美在网上发现了自己的通缉令 她很奇怪 怎么可能有人拍到她的照片 于是她找了一家私人医院想要诊容 医生觉得她挺漂亮的 微调一下就好 为什么要像安吉拉宝贝一样大刀阔斧呢 小美表示你做就好 别问那么多 钱不是问题 但是要快 于是医生先给她拍了照片 让她下午就过来选方案做手术 小美走后 护士好奇地看了她的照片 这不是网上那个通缉犯吗 怪不得要诊容 她赶紧去报警 下午小美正在和医生讨论手术方案 警察突然过来 将她带走 经过调查 小美短短三年间用相同手法骗了几十个男人 豪赚两千多万 堪称顶级骗子 而李平在这特殊场合见到了自己多年未见的姐姐 她留下了复杂而痛苦的泪水 如果阿黛和黄老板当时与小美交往一段时间后 拍拍屁股就走人 那他们就不会被骗 相当于败票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男人有些情况下应该扎一点 谢谢你